2014年4月21号 由陈嘉祥跟小碧带领了30位的嘉宾 来到罗布胡伦村在现在坐着电瓶车 在你眼前的又一次看到是整个千年不朽 见证他的中正爱情的胡杨树 千年不倒千年不朽千年不腐的胡杨树 屹立在塔克兰干马大沙漠的 最东北方的一个沙漠区 早期呢 这边曾经是非常富裕的地方 经过岁月的洗礼 慢慢慢慢已经沦为一个历史的古城了 这边的之前呢 叫做玉璃的部分 就像是之前库车的地方叫做秋池 他们的采用都是用当地的朽木 胡杨木所打造出来的千年秦树 还有老妖 哎呀这很像念彩卷 那个天山老妖 一直把念彩城跟念小卷一直给他分开 可是一个天一个地 啊你在哪里 啊你在哪里 分神 哎呀这边竟然还有龙门客栈 哎呀让你真的去 这龙门客栈呢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啊 啊跟之前来的感觉有不一样 因为现在还比较属于冬天跟春天的交界期的部分 啊外面的温度呢 算是 大概是15到16度 可是像风 所以着这个冬天的东北季风 还是会有些海门的部分 所以随随随高原地区的部分 所以随随随高原地区的部分 就是中原的部分 所以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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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真相 weit